客人没看见 这是一个什么样一个剧情的电影 给大家透露一下 昨个呢 黄丽行带着电影新作 平安岛现身北京宣传 发现主创除了黄丽行 代理人 焦俊燕 还有一位热衣渣 这不是刚和徐静磊合作过的演员吗 难道小热姑娘 是老徐安插进剧组 照顾黄丽行的吗 甭管热衣渣的加入 是不是学导牵线啊 提到徐静磊 这话题就停不下来了 你俩的好事传了五六年了 修成正果的日子 咋还没到咧 电影上映 就是你结婚的时候 我有结婚吗 没有啊 没有这样说 可是之前 你不是都说 已经结婚了 怎么会再结一次呢 怎么会有那么多 奇怪的问题呢 老黄这太击打的 信手拈来呀 先欢迎黄灵星老师 和代理人老师 来到我们的新客厅 节目当中 欢迎 对 最好奇的就是 我们刚刚 这个宣传片当中 有说到了 就是灾难即将开始 我们要活着出去 所以的话 对我们很多观众来说 我们就是想知道一下 就是这是一个 什么样一个剧情的 一个电影 给我们透露一下 当中的事物肯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简单说我觉得是一个探险的一个电影 包括刺激、过瘾 我又觉得这个电影应该会在视觉上非常强 包括我们的导演是一个韩国导演的有名的 我们都叫他张导 其实我之前看过他的片 其实我很好奇因为还没看 期待看平安导 看到底是结果是怎么样 因为有很多画面也都是在绿T版拍 包括很多大的景在里面拍 包括海边啊 在森林里面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会一个很轻松很过瘾 又会紧张 又会刺激的一个电影 那其实因为是在绿部当中扣的 所以很多一些情景可能自己不是特别的了解 就对你来说 对我们演员自己来说都是很期待的 那其实很多人会说 那这个电影是灾难片吗 跟灾难片有 当然有灾难片的有关系吧 毕竟我们是 简单说我是一个 我们是一个 勘探队 那我是这个队长 那他是船长 其实我们是在船上在找 海底的一些矿脉 那是遇到这个平安岛 那我们就有一个很简单的选择 就是要上去去找这个矿的原法 对基本上 而且基本上这个岛它不存在于记载当中 也不存在于现有的这个地图资料里面 所以基本上像黄力行队长刚才说的 就是我们在 他的任务是要去负责寻找卖矿 矿卖 然后这个 可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 等于是不存在的地方 那我们怎么样要去去面对这个选择 该不该去探索一下 因为所有的探险队最兴奋的事情 就是从来没有人去过的地方 无人去 这些对探险家而言 对探险队而言 是一个完全的新天地 那我们就踏上了这个新天地 就是正是因为它是未知的 所以给我们很多很多无限的幻想的空间和好奇的空间 而且黄力行跟您上了一条贼船 其实那条贼船是属于我的 他们这个探险队上了我的贼船 然后我把他们带到另外一个更大的贼船 这些情况可能会发生 而且这一次刚刚也说到了跟张导合作 他是韩国导演 那之间有没有语言方面的沟通有点问题 有点障碍 沟通当然会多多少少会有问题 都要透过翻译 可是其实真的来说 只要大家知道你们的东西 知道你们的加分 知道到底要怎么走 其实不太难吧 这个方面不太难 只有有时候沟通会有问题 要吃什么 对 那就基本上因为有剧本跟现场翻译在 所以其实我们作为演员的 我们看服装化妆造型 把我们做成怎么样 我们在场景的现场的时候 看摄影机怎么移动 看灯光怎么打 看美术怎么承设 就大概知道我们应该要做一些什么了 不会差太远 对 所以那个现场还有翻译在 所以对我来讲是没有太多的 这方面的沟通上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专业的 只能说是 都不用去语言之间 没有太大的障碍 其实我想来选择这样一个冒险题材 就两位要接这样的戏 之前有接过 类似的这样一些剧集没有 没有 我没有 都没有 我本次拍爱情故事 都是拍爱情的 都是 对 就是这个冒险的题材 在华语电影当中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之前没有机会能够参与像这样子的类型片的这个拍摄 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类型片拍摄 其实这样的类型片其实作为一个观众来讲 对我来讲是有吸引力的 就是像主持人刚才讲的那个幻想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可能性的那种幻想或者是一个 可能在生活经验当中比较少会出现的情况 那我作为一个观众来讲的话 我也经常看这样的片子 甚至包括这阵子的那个初恶纪公园 其实也是像这样子的 就是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全新天地 然后遇到各式各样 可能我们一辈子都没办法遇到的那种情况 蛮过瘾的 一场想象的冒险 对所以就会觉得很刺激 然后就欣然接受了我们这样子的电影是不是 然后找了两位合作呢 其实我最早就是拿到剧本 那他们剧本就有说有张导要导这部片 那我就去看张导之前做的作品 包括研究一下这个导演 其实我对他的 而且包括这个剧本里面就像他讲的 是一个比较不同的剧本 包括冒险啊探险啊 我其实一直被困在一个一个 我收到的剧本大部分都是爱情故事 几乎都是爱情故事 都市的又要穿西装上班 穿西装爱情故事 所有差不多十几个 我就有一点就不太想 在这一段时间里就一直这样演 其实对演员来说你演同样的东西 其实是蛮 没有新鲜感 那包括就觉得好 我这个又可以去不同地方 又可以在外景 又虽然很多人都跟我说你拍外景什么 动作都会很累 可是最少不同嘛 他们说要想到代理人 其实我之前跟他合作 我就很想跟他一起合作 我之前跟他合作是因为他是导演 我是演员 所以郑郑呢 没有跟他演过戏 那我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演员 我就很想知道他怎么筹备他的角色啊 看他准备是怎么准备演戏啊 还是 对 而且我觉得他应该是生活当中 是一个很厉害的冒险高手 因为他是一个赛车手 是不是 代理人是个好老公 而且很有成熟男人的魅力 造型虽然回头土脸 却依然难掩英俊品吧 他深受影视创作的滋养 能够注重演员的表现和剧本的价格 这是他作为导演重要的创作特质 在荣耀的光芒背后 全没有准备 对不起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只能谢谢评审 谢谢评审 你们这么 这么大胆地做这个主题 谢谢你们 他靠的不是印记 而是25年的坚持 毕竟电影的这条路 他走了很久很久 2009年 在第4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现场 代理人与桂轮美 确定了男女朋友的关系 她是当之无愧的最佳男演员 这一次在平安岛中 她饰演海洋勘察队的船员 沉着冷静 熟男魅力十足 家中有一个患病的女儿 她总是因为 女儿的医疗费问题 而焦虑 她还告诉我很多那种故事 她说她骑摩托车 其实也是在中国 新疆 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就是大家要100公里 150公里还是什么 就骑一个人骑 你什么都只能 自己带多少 就骑 看你能从这边到这边 她一直跟我讲 她一直说好好玩 我差一点死掉 因为我什么轮子破了 没有人在旁边救我 我差一点死掉 你要不要去 No 我不要去 她听起来 不好玩 她说我快 快没有谁 什么 她还说我还想办法 把那个轮胎绑起来 其实讲得好像不太好玩 你都还记得 我很记得 我就觉得她有一点问题 那肯定过几年你会去 因为一直在你脑子里面发笑 对 因为刚开始还不能接受 可能因为平安岛这部电影拍摄之后 它是一个虚幻的 然后有时候生活当中 有时候需要一点点自己和冒险 对不对 多跟你的好朋友一起冒险一下 我还是用眼的就好了 你误会了 那个真的是太棒了 我相信 而且刚刚也说到了 就之前呢 黄黎行之前拍的都是一些爱情剧 都是那种都市的经典的 气质男的形象 而且还有这个冷面的 笑男的形象是那种 黄黎行的表演不仅保留了都市心男质感 又挖掘出了冷面笑将的表演技巧 他创作了新的惊喜 他对于歌手和演员的双重身份 总是掌握得游刃有余 演唱和唱歌 截然不同的形象处理方式 使内地观众对黄黎行多年的努力 包与热烈的支持 他硬朗的男人外形 掳获了许多女粉丝的心 这一次在国产探险灾难大片 天安岛当中 饰演了海洋勘察队的队长 也是勘察队的精神领袖 沉稳冷静 寡言善行 曾在海滩中 失去自己最好的朋友 心怀愧疚 危机时刻 他是如何挺身而出的呢 这次在剧当中 是不是也会擦出一些爱情的火花呢 对 我是森林里面这次的 Gentlemen Gentlemen Jungle Gentleman 森林里面的Gentlemen 你怎么能带队 帮助他们走出这个困境呢 没有 就比较不同 我觉得 可是毕竟这是一个队长 你还是有很多责任感 还是必须要冷静 要逻辑性很强 也就是要找办法解决问题 而且你要怎么把这个团队 帮他团结 不要分散 因为其实你在一个灾难 还是在一个很困扰的地方 还是要大家要一起合作 否则 真的一个人跑去自己 做自己的事情 其实你没有那个力量 你最多就是要想办法活下去 所以人的这个力量 是在这个灾难面前 是能够发挥出来的 巨大的潜能 对吧 所以两位合作 协作起来感觉怎么样 觉得 这次对于跟我们的代道 戏还是戏外 戏里戏外都可以说一下 我们都非常的好奇 充满着期待 戏里不能透露太多 当然我们其实配合默契还是蛮好的 戏外默契 晚的时候蛮有默契 拍的时候不太有默契 常常不小心被他打到 我不知道是故意还是不是故意 怎么会打到黄丽行 有一个我不小心抓到他 他就流血 我就觉得他放在心里 下一场就直接把我打 报仇耶 因为这个影片当中 有一些是不管跟环境斗争 或者是跟这个人跟人之间的 有意见不合的时候 就是队员之间有冲突的时候 的那种斗争 所以都有肢体上的 所以 好像拍戏过程 我们没有一天身上是干净的 就像黄丽行刚才讲的 我们都在jungle里面 在丛林里面 好像整个戏拍下来每个人都有受伤 我现在是把责任分摊开来 听得出来 对 就是其实整个 对 整个拍摄过程都有很多的这个肢体碰撞 或者是这个跟环境的那个 要去克服那个环境 一定会受伤的 那基本上我默契还不错啦 对不对 听不懂了 那戏外的默契度呢 他说戏外好像更默契一点 你们之间是怎么样一个 我觉得我们这个所有的演员都 默契还蛮好的 因为毕竟导演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 所有演员都就卡就在玩了 而且带头的人就是代语人 对 是他这 整個拍攝過程 其實很輕鬆啦 其實 我們幾個人 包括黃建偉啊 然後包括三個女生啊 還有另外一個男生 我 對 順雷 其實我們大家 大家都 那個過程好像一直在玩 就好像一群 一群小學生或中學生吧 去到一個很遠的地方 然後一群人在那邊 其實我不知道 那個Making of 那個裡面有沒有 木耳花劇裡面不曉得有沒有 就是一喊咖之後 一群人 或者是我們平常只有那個樣子 其實跟 CAMERA之後是不太一樣的 對 玩得很開心 那段拍攝的時間裡面 所以這是一段很開心的冒險之旅 在戲外是一段很開心的冒險之旅 其中還會受傷 所以 不容易啊 我覺得這種片子 你不能太緊 你不能太 說 我們說說嘛 一些什麼 因為你畢竟是要演一個緊張的片子 你又要很真實 你反而如果你 24小時都這樣其實是很 很難去發揮的 我覺得你還是要 找時間放鬆 原來你在那個 你已經幫 我在找理由 把我們的那些打鬧去找到一個理由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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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畢竟他是一個很資深的演員 他是這樣帶頭的 就說大家要玩 這樣才會比較 演的時候就比較鬆 對 而且拍攝的那個環境真的是有一點 很漂亮是很漂亮 可是環境很惡劣 因為他詮釋的平安島是一個 一個無人島 所以我們去到的環境其實都不是那麼 不是那麼方便的環境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很好奇的一點就是 這次就請到了海雲台的這樣一個 視覺是美的這樣一個團隊 那我想那這部劇打造出來的這樣一個視覺效果 是不是也會非常的驚艷呢 對 我們很期待 因為拍攝過程當中 我們有一些場景是要配合那個綠背景來拍攝的那樣子 那坦白講到現在我們還沒有看到 我只有看到一些花絮跟什麼 可是看起來蠻精彩的 非常精彩的 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比較大 太好了 再說到沒有人島了 對 太多分 再說了 對啊 太多分 真的 我還以為 對 還對 很小 不順 因为你在日记你其实想象的不能想象的太太多 平安岛有没有是实体进入找的一个岛吗 有没有 因为我们不是用岛 是在 没有拍摄过程当中 当然我们会用各种方式 然后不一定去找到一个实体的岛 而且实体的岛通常都在海图上面 都在地图上面有 对 所以这个是拍摄的一个方式 如果到真的找到一个无人岛的话 我觉得那个拍摄可能会有很多困难 包括补给啊 包括各方面 可能都会有点问题 点就有问题 好多好多问题 好 就像这个名字一样的平安岛 我们也希望呢 我们更多的观众跟随着两位 能够进入到一场惊险刺激又开心的冒险当中 我让我们走出这样一个灾难好不好 祝会我们的电影能够打满好不好 好 谢谢两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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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